也是跟台灣有關 先來關心的是 南韓人氣演員朱志勳 他近期登上了 德國的知名者茶字來採訪 就被問到說 有沒有覺得亞洲人都長得一樣 會覺得冒犯嗎 沒有想到他反應非常的快 立刻就回嗆了 說在我們看來 白人也都長得一樣 就被粉絲讚爆 而韓國的年度音樂盛世媽媽 粉絲這個投票的註冊網站中 把台灣也列入了國籍的選項 這讓中國的小粉紅是徹底崩潰 還紛紛發起抵制的行動 要求媽媽官方趕快修改 每年韓國娛樂圈最大的盛世 亞洲音樂大獎媽媽 今年即將在十二月十一號登場 在日前公布入圍名單 同時開放粉絲投票 卻因為投票網站的註冊 照號流程引發爭議 註冊時必須先輸入國籍 仔細一看 台灣也被列在其中 讓中國網友再度氣詐 玻璃心碎一地 立刻要求主辦單位修正選項 但目前為止媽媽還沒有出面回應 其實類似事件在四年前也曾經發生過 當時媽媽官方選擇下架網頁致歉 無度有偶 韓星朱志勳也被德國媒體直接問到 牽涉人種的爭議 替德國知名雜誌拍攝封面 朱志勳成為第一個登上雜誌的南韓藝人 但專訪中被問到如果有人說 亞洲人都長得一樣 會覺得被冒犯嗎 朱志勳立刻回嗆 在我們看來 白人也都長得一模一樣 只有布萊德比特和湯姆克魯斯 長得不同 一番霸氣言論 讓韓國網友大喊痛快 更直批德國記者太無理 怎麼會問出這種問題 看來只要牽涉到國家議題 就算在娛樂圈裡 也很容易踩到網友和粉絲的底線 黃日新聞高小回潘建仁 台北報導